联想控股回应柳传志一亿年薪 消息不实 去年已不再领取职务薪酬 联想控股方面 对第一财经记者独家回应称 自2020年时 柳传志先生不再从联想控股领取职务薪酬 包括工薪 奖金 中长期激励等 伴随着联想集团中止科创版IPO 已退休的柳传志约一亿元高薪酬 也被外界所质疑 此前有消息称 柳传志在香港上市公司 联想集团拿317万美元的年薪 其在2020年的年薪 高达7603.5万元 根据汇率计算 这意味着已经退休近两年的柳传志 拥有约1亿元年薪 在此后联想控股2020年报中 柳传志当年已不再高管序列 未披露柳传志具体退休金金额